現在已經下不大雨了 要飛去沈紋上 要好雨喔 鵝的專屬西哈貓 比金上架開賣啦 預購就送鵝的隱藏版 貼起一張喔 你看這天氣 這兩天都是會被曬上的天氣 我搞錯啊 前幾天都下雨 你看看 這絕對不是雨兒同行啊 絕對是 今天鵝鵝 要請天帶鵝就對了 熱得要浮啊 我覺得 我比較希望它給我一點蕭雨 我比較希望它給我一點蕭雨 給我一點蕭雨 而且我今天全身都要穿上防曬 全身都沒有防曬 現在要去租車 因為我們要帶的東西太多了 然後等一下去鹿野高台 也要帶什麼野餐 鹿野高台 鹿野大堆 而且大車方便我們不太安心 尤其是一個台北界的那個 今天下 去裡面有什麼山區 我可對不起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租車 好今天天氣好 好 跑得太過分了 好 出車囉 好 好 今天這個是我們的 今日戰假 我們今天就起它了 它是我們今天的移動工具 然後 騎車怎麼能掃的手機架呢 看 多方便啊 其實妳好愛裝 我們今天早上要先去都立海灘 就是考一下我們還是覺得 出去一個都立很可惜 然後玩回來再吃熱氣球 好 因為我們 本來是想說 早上的天氣比較穩定 熱氣球不會就是停飛這樣 因為熱氣球如果天氣不穩定的話 很容易停飛 那如果停飛的話 晚上光雕就有機會這樣 但是聽起來 看這個天氣 絕對不會停飛啊 有 飛起來啦 所以我們下午再去看熱氣球 然後就一路再到晚上看光雕 晚上再去吃我們 網路上看來的那個什麼 有一支部落湯喔 風味湯 去吃吃看 租車店的老闆娘人真的很好 怕我們出遊遇到下雨 還特地給我們一人一件雨衣 以備不時之需 真的超級貼心的 接下來我們就騎著小噗噗 出發去都立海灘啦 東部的騎車環境真是令人羨慕 騎車水處可見美麗的山海景交會 少了許多城市的喧囂 還有銅槍鐵壁 入眼竟是大自然的風景 加上清新的空氣真是令人心曠神怡 騎完大車換起小噗噗 到哪裡都輕鬆愜意又自在 所以說還是大小車雙車帶回來最幸福啦 說真的 實際騎車搭配風景這樣騎下來 雖然地圖上顯示有好一大段距離 但是可能路程實在是太悠閒了 所以感覺我們很快就抵達都立海灘囉 好 去海邊啦 可以快出去 我們在獨立海灘了 然後這些人還不趕快下去玩水 所以坐海天空之間 現在是退潮時間 海線對得很好玩 所以會很快 慢慢找尋最佳的 暖色海水店 這樣就有啊 那個人 有點天空之間 你們小朋友在那邊 外看那個人的照片 有了…可以拍了… 有了…可以拍了… 剛剛已經拍過啦 然後有沒有看到這個 好漂亮 鵝的專屬獻命路口帽喔 之後就要開始拍賣啦 趕快來看一下鵝的專屬命路口帽 想起來呢 可以在鵝的蝦皮賣場去看喔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剛剛路上經過的東河包子 來品嘗一下台東大名鼎鼎的東河包子 而且聽說要來舊街這邊才是正港的老店 不過畢竟沒有兩家都去光顧 所以實在也沒辦法知道兩家的差別 不過偶爾點的紅豆包吃起來真的蠻好吃的 綿密柔軟的紅豆餡 吃起來非常的香甜 吃完包子我們就趕往富山護漁區 沿途仍然是晴空萬里風和日曆的天氣 聽說這裡跟一般海灘不同 因為早期的過度捕撈 使得這邊的生態大受影響 為了富裕並保護這裡的海洋生態 所以特地規劃了保育區來培養富裕 現在已經恢復到良好的狀態囉 並且也發展成一個觀光區 順帶復興了復興居民的生計 還有出發露野高台啊 這個天氣現在沒有下雨 然後也不是大太陽 所以也只有風有點大 所以不知道熱氣球會不會如期的 所以我們就趕快感到很久 終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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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前往我最心心念念的陸野高台啦 台東熱氣球節的活動場地就在陸野高台 雖然從富裕區那邊就開始覺得 雲好像變多了 風也變大了 聽說熱氣球除了看濕度之外 如果風速太大也是沒辦法力求的喔 但是看看天氣 天空還是如此的美麗跟水藍 我想風應該不會大到無法舉辦活動吧 雖然懷著忐痛的心情前往陸野高台 不過看到這美麗從雲層上傾泄下來的陽光 煩惱又都被拋到腦後了 趕快趁著時間還早天色還亮 欣賞欣賞這幾天難得的東部風景最重要啦 欸等等等等等等 為什麼越往陸野高台靠近 地板就越濕了啊 但是陽光還是依舊熱情的灑在地板上啊 不可能會碰到下雨吧 幾分鐘後 太慢了 我剛才希望他試飄一點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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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可以下個大雨了 我剛才被冰塵晚上 你剛才會有嗎 你往那邊下個大雨是沒有啊 阿伯,謝謝阿伯 我剛才有 阿伯,這 Mortis 有的雞撇旻,太冷了 我的小雨了 你們要摸大軍了,范勁 有沒有,我不能吃老公 你們要摸大軍啊 每天然後 有的雞撇旅啊 爹爹爹了 這個維護啊 維護也很累 怎麼會不高啊 我不會要吃那麼好啊 那邊做 可以的 阿貝 不要索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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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問一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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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我好小心 都沒有下雨 我得 realm 太好了 阿貝 好可怕 飛去里邊 阿貝 你過去沒有嗎 我來 阿貝 全油門36了 請上來啊 我看你們已經趕快回去有沒有 我知道你是重勤車 你是運動宿可達 連旁邊的老爺車都燒不完 不是 玉莎玉莎玉莎全油門 我已經把油門短一圈就一圈了 有啦 摔油啊 摔油 穿上去 坐下 飛一下啦 當然照跟飛一下 今年造型球不多欸 因為我在網路上面看到很多什麼小小兵啊 一卡丘啊之類的 好可愛 我很期待想說今年會不會有什麼 我想說是不是每年都有固定的當年的造型 可是看起來今年就是這樣 比較可惜一點 就沒有那麼多造型被看 不過也是不扣然 第一次今年來看 覺得很棒 開心沒有東段 快點 收到熱氣球了 那先跟各位講解一下喔 只要我們上去城南的時候 採取一進一出的方式 由於你們一位先進去 原本上來P是在從城南裡面出來一個人 我們這樣輪流小花 看到巨大繽紛的熱氣球 而眼睛都冒出一堆小星星了 天啊 第一次看到熱氣球真的是太震撼了 再搭配上這裡 搖護增幅的平原 這個場景簡直是再搬配不過了 果然熱氣球還銷在路野高台上看最到底啦 這也是鵝這輩子第一次坐上熱氣球耶 從來沒有想過原來熱氣球是這樣上車的 頭上炸裂式的風火口 總是在鵝頭上爆出超高溫的熱氣 熱氣球也在一波波的熱氣加乘之下緩緩升空啦 哇 雖然熱氣球升空的速度真的是很平緩 但是離地這麼高 沒有任何動力 只靠熱氣上升的能量 全在半空中就跟兒兒的心一樣 雖然我沒有懼高症 但是心裡還是覺得靠著這股大自然神秘力量飄浮在半空中 還是忍不住腳軟啦 還是落地後的腳踏使自己最安心 好 黃泡泡泡泡 各種車 拿茶 可以幫你們合照嗎 那這個 那他可以跟妳合照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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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妳合照嗎 我會跟妳合照嗎 張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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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可以啦 我剛剛拍照的 我剛剛拍照的 很正喔 那個版片 反夏集的福利就是兩個妹子啦 對我們兩個妹子啦好不好 對 第二個很漂亮 對啊 所以我才是跟她說好笑啊 好 走到頭下來的時候有一句驗到 說什麼啊 今天什麼 有驗到 說什麼啊 超多人喔 這個人海 所以我們就坐著借來的野餐店 歇意的吃個小吃 喝杯飲料 等待接下來晚上的光雕音樂會的活動 不得不說這個熱氣球節的活動真的很豐富 不是讓妳做完熱氣球之後就乾乾的看著熱氣球發呆 還準備了光雕以及音樂會 讓整個夜間的活動更加豐富 我除了期待來看熱氣球之外 也更期待晚上的光雕音樂節 坐在野餐店上 滋滋呵呵 又有表演可以欣賞 真是太悠呆了 活動開始的表演 帶來了台東原住民的舞蹈作為開場 舞蹈結束後 則是整個熱氣球節的 飛行員還有活動的工作人員 坐著噴火車 揮舞著國旗繞場 噴火車隊一台 接著一台環繞著整個場地 真的是既明亮又壯觀 音樂會則是來了一個我不認識的樂團 告舞人 但是他們帶來的歌曲都非常地好聽喔 這個機會呢我就會把握住 然後呢就一次很貪心地 要唱好多好多歌曲一般來 最讓我驚訝的時間下來的歌手 竟然是李嘉薇 這個只會在電視電腦上看到的人物 也來到音樂會場現唱啦 現場親身體驗被煎熬這首 陳明曲的音波攻擊 真是太震撼了 人家說好聽的歌聲會起雞皮疙瘩 真的不是騙人的 這個時辰時的鐵嗓功力 只有現場聽才知道 畢竟在這個年代親耳聽為時嘛 新一天 接下來再唱新一跳 後面的歌詞你們會嗎 那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一、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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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希望借 Honors 很可惜不能在影片中 分享她的歌聲給大家 不然偶爾就會被吊起來打啦 但是用手機隨手錄的歌聲 就像是在聽MV 大家就知道有多誇張了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上次再接受你們 謝謝 隨著李嘉薇的歌聲結束 依依不捨得迎來了 活動最後的演出 活動尾聲用噴火車還有華麗的煙火 結束了這回合 整場活動真的非常的豐滿 讓你在草地上也不會有一刻閒著 滿滿的演出讓你一點都不無聊 雖然因為最後風太大 熱氣球沒辦法順利利球 再演出熱氣球光雕 真的非常可惜 但是整場活動下來 我覺得也不需此行喔 今天也是熱氣球節最後一天的閉幕晚會 在最後縣長也偷偷透露了 明年會有一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造型球 會來台灣喔 至於是什麼造型球 偶爾就賣個關子給大家啊 絕對是你聽過的主題造型啦 明年 明年大家記得也要來熱氣球節喔 好 羊奶 樹 頭 白痕 好 可以 羊奶 素奶頭開始 羊奶 素奶頭 不是嗎 你自己好像怪怪的耶 不是嗎 你要幾個奶啊 可以啊 素奶頭啊 羊奶素頭 好 哈哈